照顾的多半是像病童 像这个寂寞的老人 我们希望这个照顾者 能够接受这个机器人 所以它的外观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恐怖国理论 刚好就说明了 当这个机器人太拟人的时候 又不完全跟人又很像的时候 这时候反而会造成 人类心理上面的一些犹豫跟不安 我们有一种机器人 是提醒长者用药 所以这个机器人 它设计的就是 能够把一个礼拜的用药量 全部把它先预存起来 然后定时 它就会把药释放给长者 但是也同时会提醒它 这个是在机构上的设计 但是在人工智慧上面 却是让它设计得更聪明 更有能力去了解长者的想法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人工智慧的理解力 或者是它的这个同理心 让长者对它的信赖度更高 其实机器人本身就是一个跨域的科学 那在照护机器人这一块呢 尤其是更是跨域 它跨到了心理 它跨到了医学 它跨到了复建 所以在照护机器人的设计上面呢 跟心理相关的话 我就可以让这机器人更具有同理心 或者是如果这机器人呢 能够有照护 有复建的背景 那它就会设计一个机器人 能够协助长者做日常的复建 这个照护机器人它主要就是一个目标型的导向 你觉得有什么需要 就发展那样的机器人 我们这边的复建机器人呢 主要是协助这一个病患 来做生理功能的这个复建 让它能够恢复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 这些机器人的产品的苦绩 有时候是很有趣的现象 最近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餐厅用的送餐机器人 过去大家几乎没有看过机器人 可以在这么庸色的餐厅里头可以行走自如 但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未来的照护机器人 是不是有一天就会上这种送餐机器人 我自己非常乐观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社会所谓的高龄化 少子化 在现在我们做的很多机器人的这些技术 或许到了那个时候 不只是价格可能已经是非常的亲民 所谓的人工智慧也非常非常的到位 所以或许在那一只后 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普及 就甚至就可能像现代的所谓餐厅的送餐机器人 到处都可以见到 吃饭的 如果那个时候一会更新的 我们拍一张照片 就像那个时候 我们下来就像那样 了 什么 我们下来就像那样 好